在武侠世界,一加一可能大于二。 最典型的例证,当推平宗侠引路里的男一号张丹丰和女一号云磊。 张丹丰的战斗力大约是八十分,云磊战斗力大约为六十分,两人并肩作战,战斗力却能高达二百分。 他们学会了一套双剑合臂的剑法,这套剑法分开是效果一般,双人合十,天下无敌。 在武侠世界,二加二也可能大于四。 看过一天屠龙记的朋友可能还记得,昆仑派有一套两仪剑法,华山派有一套反两仪刀法,两套剑法一正一反,配合得天衣无缝,犹如一个人一生寂寞,突然遇到了红尘之急。 遥想当年,光明顶上,昆仑派的何太冲与班淑贤合斗张无忌,华山派的高老者和挨老者从旁相助,本来四个人加起来也不是张无忌的对手,可是他们的两仪剑法与反两仪刀法相辅相成, 杀伤力陡然飙升,居然将张无忌斗了个手忙脚乱。 在武侠世界,四加四还可能大于八。 新派武侠小说嘉温瑞安写过一本《一怒拔剑》,书中塑造了八个使刀的高手,并称八大刀王。 武功天下第一的方巨侠曾经说过,八大刀王如果组成刀阵,恐怕连他老人甲都不是对手。 八大刀王曾经围攻少年七侠王小时,遭到惨败,不过那并不表明方巨侠高估了八大刀王的战斗力,只是因为他们进攻太仓促,没有来得及组成刀阵,所以才被王小时逐个击破。 是的,有阵和没阵,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。 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步兵组成方阵,以少可以胜多,四百年前的抗窝武装七家军组成方阵,以若可以胜强,射雕英雄传里的大侠郭敬学会五目遗书,教不懂战阵的蒙古兵演练各种阵法,从而百战百胜,立下赫赫战功。 既然阵法如此成功,那就让我们从阵法入手,摇料化学的知识吧。 两种轻功,两个模型。我们都知道,世间万物由原子组成,原子又由质子、中子和电子组成。 质子和中子在中心,挤压成坚固的原子核,电子在四周,绕着原子核运动。 问题在于,电子是怎么绕着原子核运动的呢? 1911年,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经过实验与计算,提出了一个原子结构模型,电子就像太阳系里的行星一样, 分别按着不同的轨道绕着原子核,做圆周运动。 电子的能量有高有低,低能量的电子在距离原子核较近的低轨道上转, 高能量的电子在距离原子核较远的高轨道上转, 尽管它们的转速不同,但旋转运动永不停息。 民国侠义小说,雍正建侠图的主人公明教童林童海川,早年上山学艺,苦练一种转大树的轻弓, 每天绕着一棵大树,飞速奔跑,最后竟然在大树四周踩出一道圆圆的深沟。 如果我们把树比做原子核,那么童林就是在卢瑟福原子模型中绕核旋转的一个电子, 而被童林踩出的那道深沟,就是电子的运行轨道。 世上的原子有很多种,不同的原子拥有不同数量的电子, 例如氢原子有一个电子,氦原子有两个电子, 锂原子有三个电子,P原子有四个电子, 童林只是一个人绕树旋转,如果将它和大树看作一个模型, 那它就是结构最简单的氢原子模型。 但原子很小,电子更小,一个电子的质量只有9。 一乘以石减31千克,大约要把1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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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电子夹在一块, 才比得上一颗花生米的重量,而至少8万颗花生米夹在一块的重量, 才比得上童林那种绑大腰圆的车轴汉子。 所以说,将童林比作电子,将转大树比作电子的绕核运动, 又有些不科学。 之所以说,上述比方不科学,又不完全是因为以大比小, 还因为一个东西小到了一定程度以后, 我们就不能再从宏观角度来理解它了, 它会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量子效应。 量子效应发生在电子、中子、质子、原子、离子乃至分子级别的微观世界, 最奇特的表现是不连续。 打个比方说,您将一把飞刀射向我, 另一人用高速摄像机来拍摄这一过程, 只见飞刀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曲线, 最后扑一声扎在我身上。 可是,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微观世界, 你、我、飞刀同时缩小1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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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倍, 奇迹就出现了。 您射出的飞刀会在空中断断续续地运动, 上个时刻再甲出, 这个时刻再移出, 下个时刻再秉出, 如此这般分段闪现, 最后很可能没有射到我身上, 却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了, 我并没有躲闪, 也没有运用内力将飞刀弹开, 这把飞刀就是没有穿过我的身体, 它只是分段闪现, 碰巧没有经过我而已。 卢瑟福没有考虑到量子效应, 他将微观世界的电子运动描述成宏观世界的连续运动, 所以他的原子模型不够完美。 到了1926年, 另一位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了电子云模型, 电子同样绕着原子核运动, 但是并不存在圆形轨道或者椭圆轨道之类的运动轨迹, 电子们永不停息, 以上千米每秒的惊人速度出现在原子核外的微小空间, 这一刻在甲处, 下一刻在一处, 你完全无法预测下下一刻它会出现在哪里, 只能从大量统计中得出近似规律。 为了便于理解, 我们可以再从武侠世界里寻找适当的比喻。 天龙八部第六回, 段玉用学会不久的绝顶轻弓凌波微步来躲闪南海恶神的攻击, 原文描写如下。 段正纯见儿子的步伐巧妙异常, 时事瞧不出其中的诀窍, 低声在他耳边道, 你别伸手打他, 只成绩拿他学道。 段玉低声道, 儿子害怕起来了, 只怕不成。 段正纯低声道, 不用怕, 我在旁边照料便是。 段玉得父亲撑腰, 胆气位置一撞, 从段正纯背后转身出来, 说道, 你三招打不到我, 便应拜我为师了。 南海恶神大吼一声, 发掌向他击去。 段玉向东北角踏了一步, 轻轻意意地遍及避开, 喀喇一声, 南海恶神这掌击烂了一张茶几。 段玉凝神一致, 口中轻轻念道, 关我声, 进退。 更其背, 不惑其人, 行其挺。 不见其人, 第二集, 骑行赛。 包, 不利有幽网, 低洋触翻, 不能退, 不能碎。 竟是不看南海恶神的掌势来路, 自管自的左上右下, 斜进直退。 南海恶神双掌越出越快, 尽力越来越强, 花厅中砰砰, 咔喇, 枪浪, 乒乓之声不绝, 椅子, 桌子, 茶壶, 茶杯纷纷随着他掌力而坏, 但始终打不到段玉身上。 转眼间三十余招已过, 宝定帝和镇南王兄弟早桥出段玉脚步虚幅, 确然不会半点武功, 只是不知他如何得了高人传授, 学会一套神奇之极的步法, 踏着伏西六十四卦的方位, 每一步都是匪夷所思。 他倘若真和南海恶神对敌, 只一招便已避于敌人掌底, 但他只管自己走自己的, 南海恶神掌力虽强, 始终打他不着。 上述打斗场面正是薛定谔电子云模型 在宏观世界的完美在线, 段玉作为一个电子, 围绕南海恶神这个原子核做无规则运动, 他的足迹不可预测, 不过总是出现在南海恶神的附近, 既不会太远, 也不会太近。 南海恶神打不到他, 否则早就要了他的小命, 他自己也不会远离, 否则就有逃跑的嫌疑。 在旁观站的宝定帝和段正纯等人, 如果能拍照片, 将段玉每次出现的位置都记录下来, 然后将所有照片叠加起来, 他们很可能发现, 段玉的运动其实有规律可循, 其瞬间位置几乎总是排列在一条 不大不小的圆形轨道上, 整体上表现出绕合旋转的趋势。